根據觀光署的統計資料顯示 二零二三年一月到九月份 全臺灣廟宇造訪人次 也就是今年度香火最鼎盛的廟宇 排行榜出爐了 由雲林北港朝天宮以六百八十 一萬人次奪下冠軍 而每年農曆三月份 這舉辦遶境進鄉活動 總是吸引上萬名信徒跟隨的苗栗 白沙屯 拱天宮 以及臺中的大甲鎮藍宮 則是分別位居第六以及第八名 信眾虔誠拿香祭拜 向神明傾訴心願 祈求能夠得到保佑 臺灣人愛拜拜 不只逢年過節廟宇香火鼎盛 假日週末也搶西家帶眷到廟裡走一趟 有拜有保佑 根據觀光署統計 今年一到九月份以觀光人次排行 香火最鼎盛廟宇 冠軍由雲林北港朝天宮 以六百八十萬人次拿下 而同樣位在雲林的北港武德宮 則是以六百六十九萬人次高居第二名 臺南南昆森戴天府 則以五百四十六萬人次登上第三名 而全臺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世 有粉紅超跑之稱的苗栗白沙屯 麻祖鏡香 妹妹舉辦總吸引大批信眾跟隨 舉辦的宮廟苗栗白沙屯拱天宮 同樣榜上有名位居第六名 緊追屏東車城福安宮 和臺南麻豆戴天府 而高雄佛光山則位居第七名 臺中大甲鎮藍宮 陸港龍山寺 以及臺中的萬和宮也都榜上有名 仔細看看觀光署公布的前十名宮廟 全數集中在中南部地區 三月瘋麻祖 大甲媽祖九天八夜繞盡美美登場 總是媒體轉播 信眾簇擁紅洞全臺 臺灣人前程拿香拜拜 成為傳統文化一環 也反映在觀光人次帶動周邊發展 記者綜合報導 早安 阿勞 石